汉宣帝刘荀 原名刘病吉 生于汉武帝征和二年 公元前九十一年 他是汉武帝和魏子夫的曾孙 立太子刘炬和史良帝的 孙子 史皇孙刘靖和妾王翁须的儿子 巫蛊之祸 家人蒙难强宝中的刘荀 曾下狱 后被祖母使家收养 直到汉武帝下召耶庭养世 上手集宗政 原平元年 公元前七十四年 昌义王刘鹤被废后 霍光等大臣将他从民间迎入宫中 先封为杨武侯于同年七月继位十年十七岁 后宫是一个充满悲伤的地方 即使高高在上的皇后 也逃避不了悲哀命运 汉宣帝的三位皇后 在西汉的整个后宫悲剧里 具有典型代表依义 她的三位皇后唯独王室能得善众 其他两位都逃脱不掉被杀害的凄惨结局 第一任皇后许平君被投毒害死 刘病吉出生数月急逢巫蛊事件 刘炬因受江冲诬陷 为父皇汉武帝所以 他聚祸而被迫骑兵讨伐将冲兵败 被迫自杀 其母为子夫也随之上吊自杀 竹连满门幸存者也被 屈己为民 当时刘病吉还在强保之中 只是个逮捕婴儿也被下令 收监坐牢 五岁那年他才走出监狱 结束了牢狱生活 出狱后的刘病也来到了 其在鲁地的祖母家中寄居 原平原年 公元前七十四年 昌义王被废后 霍光等大臣将他从民间迎入宫中 先封为杨武侯于同年七月登上皇位 十年十七岁 许平均是昌义人 汉宣帝皇后 金山东金乡人 他出生在一个境遇凄惨的家庭里 许平均的父亲名叫徐广汉 因被诬告从行而到 而受抚刑成了一个宦官 先担任过耶庭城 后转任报氏瑟夫宫廷监狱的典 狱官 就在徐广汉做宫廷典狱官的时候 刘病吉来到了耶庭接受文化教育 和徐广汉同居一间宿舍 两人成了摄友 却不想相处日常后 徐广汉和刘病吉成了望年交 很自然的刘病 已认识了同样在玉墙边长大的许平 君 结婚的第二年 小夫妻生下了一个儿子 儿子出生还不满百日 命运便展示了 他令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魔力 刘群被选中 成为大汉王朝的第十任皇帝 刘群成了皇帝 谁做皇后呢 按照正常人的想法 当然应该是在贫寒中对刘群 不离不弃的结发之妻 许平君更何况她还生下了孩子 刘群当上皇帝后 为了迎合通懒大权的霍光和其他朝 臣 但又唯独不能丢开自己的发气 将皇后桂冠给予一个不认识的女子 在朝臣联名尚书请立皇后之前 刘群发布了几位后的 出赵 他说 我在贫寒微薄之时 只有一把旧剑陪伴我左右现在 我虽登大卫 但仍然十分想念这把旧剑 仲卿能否帮我将其寻回赵书 情真意切 字字句句表述的都是 他和许平君之间的旧日情谊 朝臣都是聪明人 谁都知道宣帝的意思 虽然不愿意 但这是出赵 皇帝登基之后的首歌诏书 怎能上书请求驳回 无奈群臣联名上书 请立许杰于平君为后 11月仁子日 许平君成为大汉皇后 当这对同患难共富贵的少男少女 站在高台上 接受百官朝后护送申请微笑的时候 他们不会知道 世上最阴险的诡计 正在向他们扑过来 首先对女儿未能成为皇后 表示不满的正是霍光大将 君本人 霍光对女儿未能正为中宫 这位父亲不可能没有一点 想法 更何况拒绝迎娶自己女儿的刘勋 完全是靠了霍光才当上皇帝的 过了一年左右 霍光的气消了 可是他妻子霍显的气却消不了 不但消不了 而且还大有星火燎原之事 霍显其实并非霍光的原配妻子 她的出身很卑贱 不过是霍光原配妻子 冬驴师的陪嫁婢女而已 按照古代的婚姻制度陪嫁丫头 有侍侯小姐姑爷的义 侍侯小姐当然是任打任骂 任劳任怨 而侍侯姑爷内容就更多一些 因此霍显变成了霍光的小老婆之一 冬驴师只生了一个女儿就早死了 霍光对冬驴师的陪嫁丫头 小老婆霍显念念不忘 干脆不再另取名门归秀 直接就把霍显生做了大将军妇人 许平君阻碍了霍显当皇帝丈母娘的 光明前程结果可 想而知 公元前72年做了两年皇后的许平君再次怀孕 到快分娩时已是寒冬天气 孕妇体弱 许平君不慎感染了风寒有些不舒服 由于她宫中侍女人数少 懂得照顾孕产妇的更几乎 没有 所以刘巡不得不从宫外请一些友 生育经验的官员之妻入宫照顾皇后 在这些被选定的妇人中 就有宫廷警卫淳于赏的妻子 淳于衍 她懂得一些妇产科知识 霍显便召见淳于衍安排投毒害死皇后许平君 淳于衍颇通医术 回到家里她将一种名为父子的中药倒成粉末 冯在衣中顺利地通过了检查进宫了 公元前71年正月 许平皇皇后分娩生下了一个小公主 生产消耗了许平君太多的体力 原本就有疾病的她更 驱弱了 于是太医们便开出一张药房 让侍女们为许皇后制作滋补的药丸 就在制作药丸的时候 淳于衍终于找到了机会 将父子粉末掺入了丸中 许平君吃下这大补丸后 感到很不舒服 问身边 的人 我头号晕痛 药中难道有毒吗 淳于衍连忙说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很快许平君便觉得心烦意乱烦闷无比 不一会儿功夫 19岁的许平君便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这一天正是汉轩第三年的正月鬼嗨日 许平君执作了不到三年的皇后 许平君就这么死了 她被追逝为公安皇后 下葬在西安市郊之南 若干年后 她的丈夫也落葬于此此地 便被称为杜灵 然而许平君没有与刘荀合葬 因此她的陵墓单称少林 也称杜南 第二任皇后霍成君自杀身亡 许皇后刚刚落葬 霍显便急不可待地让霍光降 女儿霍成君送进了皇帝的后宫 入宫的第二年三月以卯 霍成君便当上了皇后 霍成君出作皇后 倒也想给皇帝丈夫留下好印象 于是就学着许平君的样子 每五天一次去常乐宫 拜见刘荀的叔祖母 皇太后上官室 自从许皇后一死年轻的皇帝 很快就看明白了形势 直到自己还远远没有与霍家抗衡的能力 她采用了韬灰的办法 将所有的怒火都压了下去 因此刘荀与霍成君的夫妻关系 看上去好像还是很亲密的 甚至相好程度远超许皇后 这令霍光和霍显夫妻都非常高兴 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 霍成君始终没有怀孕 更谈不上但欲嫡出太子 就在霍显为外孙儿的降生操心的时候 霍光去世了 霍光死后不久 霍家决定造反谋反的消息 很快就被霍家 一个马夫的朋友张张 探听到他立即飞奔着去告密 就这样霍家还没有来得及动作 就被刘荀的军队一网打尽了 将霍家全足诛灭 8月即有日 刘荀派有关部门向霍皇后 颁布了这样的命令 皇后迎霍失道 怀不得协毒 与母伯禄宣承侯妇妇人显谋玉为太子 巫人母之恩不依奉宗庙 依否不可以成天命 乌乎上哉 其退避宫上喜瘦有私 23岁的霍成军 不得不结束他五年的皇后生涯 孤零零地搬进了冷宫 赵台宫 12年后 刘荀不知怎么的又想到了他 觉得住赵台宫还太便宜他了 下令让他再搬到云林馆去住 霍成军致辞一拳 3年后